一边是隐瞒了四年的真挚爱情 婷婷究竟该如何选择 腾飞该如何选择 阿姨及家人又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今天如何才能让双方都把伤害减小到最小 我想真的需要在场的各位老师们 帮他们出出主意 年轻人谈恋爱这事啊 我从来不拦着 不能拦也拦不住 但是婷婷爸爸讲了一句话 他就讲说婷婷 我就希望你做选择的时候慎重一点 其实一家人没有拦着 我觉得假如说之前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在拦 那我也想婷婷仔细地感受一下 大家为什么拦 大家可能这种懒表达的是自己的忧虑和担心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 看着我们白发苍苍的父母 想到当初他们为我们揪心的时候 我们会内心有愧疚 我们在面对自己子女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自己过不去 当年让我们的爸爸妈妈担心了 怎么样 尊重爱情的时候少让他们担心 就是尽可能地去打消他们的因 不要去做那样的对抗 家长不要再给人家的压力了 年轻人也不要再揭竿而起 但是人生要仔细反护 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还要时刻考虑到 要对别人承担责任 所以听听 让自己的节奏稍微慢一点 这不是一个非死即彼的讨论 只是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的日子好过一点 这个讨论 我求你了 我求你放我姑娘吧 真的我求求你了 阿姨 要求我们下门啊 阿姨 你承认了我们吧 我生命好了 我真的被你承认了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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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对 我求求她来 你放手吧 我求求你放手吧 你爱 给我们一条三股吧 原意为 经过长时间的情绪宣泄和调解之后 现场情绪能得以缓解 但王阿姨突然向郑鹏飞走去 再次引爆了场上的情绪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邀请调解团成员们 进入密室之中 对双方再做密室调解 以望能有一个合理的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你不是爱他吗 你爱你就得付出啊 你不付出哪来得受货呀 你就是男孩子不是那个喜欢 就是泪不开情境不是吗 非常喜欢他 泪不开 那怎么办呢 你要付出 你要为你所爱付出买单 我大学五年 我大三的时候 主来你你不干 你同意 你愿意的 你支持到现在 你给这两年大学费给我付了 我提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 我今天就提一个要求 你们在一年之内不能结婚 那么这一年之内 你们互相了解 看看你是不是合适 这一年你们能够 如果能坚持下来 那么如果要结婚的话 你们怎么怎么结 那什么结 和哪结 这叫下一个方法的问题 一步一步来 关键 关键不在这个小伙子 关键是咱家体制 是咱自个儿 如果说体制看不上小伙子 你往上往以后 拽根本拽在一块 什么就没有了 你什么就没有了 但是可是说好了 咱们前提是 两年那边不许结婚 但是同时咱们这边 不再反对不干涉了 你脱胎看不上 这不是你看就看出来了吗 懂吗 都是这样 争取这两年 你脱胎看不上一想就明白了 刚才的整个的调解过程 我想就不复述了 因为是一个太艰难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只想说一句话 就是就像爱情特别伟大 谁挡不住一样 父母长辈对于子女的爱 尤其伟大 仍然是谁挡不住 而且这种爱里面 饱含着牺牲 饱含着理解 那针对刚才 他们双方之间的诉求 咱们有想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吗 然后就是基于这种爱的存在 然后双方达成了这样的一个调解协议 我为双方宣读一下 好 调解协议书 甲方 王燕女士 乙方 孙玉婷 郑鹏飞 甲乙双方 因乙方恋爱及婚姻问题 自愿到复合天使栏目组调解 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承诺 不再干涉乙方的恋爱及婚姻自由 乙方承诺 要加深了解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内 不涉及登记结婚问题 孙玉婷承诺 在本协议签订后两年内 每天回家居住 第二 乙方孙玉婷承诺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每月向父母支付500元赡养费 两年后 如孙玉婷与郑鹏飞结婚 乙方应每月 给付孙玉婷父母1000元赡养费 三 乙方承诺 如两年后结婚 自行租房居住 如乙方购房 应在房产所有权证书上 写名为二人共有 就是彭飞和婷婷的名字 都在房产证上 四 本协议一事三份 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双方各执一份 一份交给复合天使节目组 存档被查 好 谢谢乙伟老师 那我现在问一下 黄阿姨 针对于刚才乙伟老师 宣读的那份协议 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 那我再问一下 冯飞还有婷婷 你们两个人 有什么意义没有 没有意义 那现在委托两位 手机调解员 帮我们进行现场监视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 纷争调解 尽管母亲心里 还有着诸多的担忧难过 但是最终